这江琴得了一大笔钱 又练成了江峰的家传剑法 武功虽不是绝高 但凭着他过人的交际手腕 在江湖上打拼多年 终于也混得一个高尚的名头 老先生果然是江湖白小生 无事不通啊 不错 我就是江琴 江琴就是我 江琴就是今天的 仁义无双江别赫 实不相瞒 这件事我们洪业世家早在五年前 就已经知晓了 你急着要来追查花无缺的绅士 我们就更确定 你就是江琴 江琴 你以为我老红叶行走江湖多年 直到那么多人的秘密还能活到现在 真的会不懂武功吗 我杀人的本领不高 自保的本领可是稳入天下前三名 我的清宫与金钟罩是负重金学的 我的武功的确不如我叔父 因为我懒得不愿意练 江琴 就算你真的杀了我们数职二人 我昨天写好的 关于你身份的密函武士封 会转送天下各大门派 你一定会身败名列 你想怎么样 你以为我们在武林掌雇这么多年 只是为了行侠仗义吗 我们的花费是很大的 你要钱 一百万两 就永远为你保守秘密 原来你们书职二人 设好陷阱来坑我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好吧 就一百万两 但我要知道那两个孩子的下落 花无缺是其中的一个 那另一个孩子呢 交到燕南天的手上了吗 交到了 可是从交到的那一天 他们就下落不明 连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 有没有可能 那个孩子就是小鱼儿 燕南天是正派豪杰 怎么可能去救那个奸诈的小子呢 不错 那另一个孩子去了哪里 哎呀 真的不知道啊 好 我先付五十万两 另外一半知道了再付 好 那就一言为定 把它记下来 就快天黑了 今天晚上在庙里过夜吧 谁让你是我义兄呢 就听你的吧 你可以叫我英俊哥 潇洒哥 鱼哥哥也行 别叫我义兄好不好 可是你本来就是我义兄啊 徒弟讲句话吧 师父肚子饿 我不想说话 谁肚子不饿 天生会掉鸡腿下来吗 还不快去打猎回来给师父吃 好点师父 小姐 我去找些生火的东西 尸重 师父 师傅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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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起来了 今天是佛蛋 我们要吃素 不可以杀生的 对呀 今天那些老虎狮子也吃素啊 不会吃你的 还不快去向人之为 打只老虎回来给师父吃 师父 我 我害怕 不会吧 你常常欺负人 人都不怕会害怕野兽 人有什么好怕的 我靠饿就行了 外面有两个娘娘腔的人 牵着马来了 这就合适你了 这是你的强项 听着 出去吓跑他们 靠你的饿抢东西回来吃 像现在这样 靠饿 傻瓜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 不是猛兽 而是人 是啊 所以我最怕你了 我有咬过你吗 时候不早了 我们要在太阳下山之前 赶到月容镇的月来客栈 否则明天就到不了慕容大府了 对 慕容世家乃皇上淑妃的外家 慕容无敌大人铁面无私 迟到了 我们担当不起 没看到老爷我发怒了吗 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通通的拿出来 不过来 不过人 修怪我 辣手无情 看着 真可怜哪 乌角 可这个人啊 堂堂七尺 像貌堂堂 竟然 尾巴神经 小兄弟 多久没吃饭了 是不是饿碰了 那也不是方恩义百里 闻风散寒 听声矫阵 见影头晕的 恶同天大人 你是恶人 巫少爷每天睁开眼睛 就看到恶人了 见了二三十年了 他们个个是杀人不眨眼 扎眼不就杀人 可是 他从来没见过香米 这般的 宫里的恶人 眼睛特别小 嘴巴特别细 声音特别敲 就他那样啊 只向天牢里的犯人 咬牙切齿 忍受酷刑 两位大人 大人我从一岁时死了父亲 两岁时死了母亲 三岁时全家都死掉了 我从小便在垃圾堆里 找藏羹吃 连狗屎猫屎 我都拿来冲击 又太感动了 别人孤苦无意 尝词下去 必然饿死的 白狐手 大发慈悲 收留他们 救人救到底 送佛送到夕 公公收你为徒 来 爽快一点 赏你一壶香酒 还有点肉 不用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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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醉了 待会儿静身时 就不会疼了 静身做小公公 今后风衣足时 冬暖夏凉 不会再饿肚子了 不行的 不行的 我求求你们了 不行的 不行不行 两位公公 这位小兄弟 你们可不能乱淹啊 为什么 我听说你们两位 要去慕容府是吗 关你什么事 一定是因为 武林大会的事 对吧 你怎么知道 没说错吧 因为有三个年轻人 打败了各大掌门 你们去慕容府 通知慕容大人 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 真的是这样 我还知道这三个年轻人 一个叫小鱼儿 一个叫花鱼雀 一个叫特新来 你怎么知道 皇上告诉我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大胆 竟然用这种态度 跟本官说话 官 你是什么官 我 本官就是玉前采奸小组 大头目 采奸小组没听过 都没听过 你们的官有多高啊 不是你们这种层次的人 能知道的 你们当然不知道 我问你们 当今皇上在宫内 养了一共三千五百六十二名公公 对不对 对 错 只有三百五十六名近身了 绝对 绝对 为什么我说只有三百五十六名 因为当中只有三百五十六名 是宅心人后 做事妥当 其他的全部都是废柴 饭头 武裁 所以皇上就命令成立 采奸小组 令本官主理四处采奸 寻找优秀的太监 就是采奸小组 笨蛋 我们兄弟两个都是自幼进宫的 从来没听过要派人出来找 你都会说 那是以前嘛 时光流逝 今时不同往日 我们如今要主动找人才 而这一位呢 就是百年难得一遇的 优质公公材料 优质公公 何以见得 因为他蠢 特别蠢 非常蠢 你是讽刺公公吗 非也 不但不是讽刺 反而是公为 蠢 是做公公的首要条件 蠢就会听教 听教便是服从 服从便是忠心 忠心 忠心根本是皇上要求你们 做公公的首要条件 对吗 对 其次 做公公的要固执 明知不对 还是要依令行事 说白了 公公这一行 没有对与错 因为皇公里面 根本就没有对错 只有皇上喜不喜欢 皇后喜不喜欢 皇太后喜不喜欢 皇叔父喜不喜欢 根本就没有公公对与错的余地 如果公公敢大说一句 皇上你错了 皇上还不一发笼章打过来 对不对 说得对 我这么了解宫里面的情况 更加了解皇上的脾气 那你们还相不相信 我这是采奸小组的大头目 绝对相信 那就好了 现在 他不单只是向皇上的交差之作 他更是采奸小组做好榜样的得意之作 而你们更不会跟我抢功 想来淹了他吧 绝对不会 那么好了 既然如此 马背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全部拿来给我 等我喂饱了这个太监人扮公公 献给皇上 别犹豫了 有什么差池 你们担当得起吗 担当不起 担当不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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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不早了我该回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乌首 我叫乌角 行了等我有空 我会向皇上参你们一本 你们是第一个大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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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老人家真了不起啊 不用出手不用出高 双手插在裤袋里 就给搞定了 对呀 你怎么知道宫里有三千五百六十二个太监呢 一个蚂蚁窝里面有多少针蚂蚁 以往以后怎么知道 那 你怎么知道宫里只有三百五十六个太监 是忠心赶赶的呢 生了三百五十六个太监的三百五十六个太监的老妈 都不会知道他们的孩子是中还是奸哪 哎 师父 你怎么知道宫里面的情况和皇上的脾气啊 不知道 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啊 怎么知道啊 是啊 我怎么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啊 你说那皇帝太监和老板伙计有什么分别呢 天下所有的老板跟伙计都一样 老板说一有多少个伙计敢说二 我用同一个道理去套他们 道理都差不多呀 哎呀 师父 你老人家真了不起啊 值得都截断 断了打碎 打碎了磨成粉 冲水 喝进步子里就死定了 死定了 别闹了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得胜的消息 报给慕容世家呢 难道 老爷真的被困在慕容世家了 再也好不再也好 我们也得去查查查探个明白 如果不再 我们就集中力量查出土黑的第三项 好 现在我们先回去睡觉 明天去慕容府 什么 光明正大敲门进去啊 当然是晚上偷溜进去啊 可是师父 我吃饱了好困难 哦 那么我跟新兰去 你跟晓晓就在这儿睡吧 啊 师父 师父真疼我啊 不过你在外面睡 晓晓在里面睡 你不准进去 啊 不行啊 外面有老虎啊 今天是佛诞 他们吃素 你忘记了 醒来 哦 都主的意思 我明白了 二位回去 带我向都主问好 奴才一定照办 忠儿 好好款待两位公公 是 爹 这刘喜到底想干什么呀 他说在黄山大会上 破坏他计划的三个小辈儿 最近要来咱们慕容家 来找狂使铁如云 让我们帮他处理他们 什么 来这儿找铁如云 他们偷了 红叶家族 新掌门小红叶的箱子 这刘喜 这刘喜 破坏他计划的三个小辈儿 最近要来咱们慕容家 听说此人的武功文采 远远不如他的叔叔老红叶 还有人说 他就是老红叶和他的嫂嫂 私童所生的 本来就是老红叶的儿子 这样说起来 倒也合理 我是不喜欢留起这态度 他把我当成什么人 上次我帮的和江别赫 加害铁如云生擒了他 我这心里就很不舒服 这次他又让我帮他 对付几个小辈儿 他真把我当成他的手下了 爹 这件事就交给我办吧 这几个小辈儿非常难对付 他们还有一花工的人 一花工的碎心掌 无奸不摧 万一你碰上了 要多加小心 爹 我们慕容世家机关密布 外人闯进来 那是九死一生 怕他什么碎心掌啊 好吧 你去安排吧 这几个人 这几天就到了 正儿领命 幸好我的手上 有个花无缺啊 那个猪心猪肝 我已经洗干净了啊 明天一早上就拿去熬汤 对了 这个汤要熬到晚上 这火候才够的啊 听见没有 知道了 不过来帮忙 过来帮忙 嗯 这儿 嗯 嗯 花无缺 不错 在下便是花无缺 来慕容府是想查探铁盟主的下落 敬请告知 铁如云怎么会在这儿呢 哼 夷花公的武功虽然独步天下 可我慕容家也不是好欺负的 好 既然如此 那就手底下见真招吧 说得上我少爷 您是谁 我是新来的家丁 我叫慕容饭头 少爷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人伤到你半个寒吗 来者何人报上名乃 我誓死为慕容家捐躯 好 慕容家有你这么中意的家丁 你要送死我就送你上西天 啊 碎星掌 少爷 我中了碎星掌 心跳得很快 啊 很快 很快 死了 死了 不跳了 死了少爷 你踩到我的心了 少爷 我不行了 少爷 不尽力了 少爷 王白皇 你 哼 原来移瓜宫的武功也不过如此嘛 你慕容府在这也没什么了不起 有本事出招吧 少爷不用害怕 你又是谁啊 我是新来的家丁 我叫慕容马桶 少爷放心 我已经好好保护你 不让人伤到你半个寒吗 来者何人报上名乃 刚才死的那个慕容半桶跟你长得很像啊 没错 他是我哥哥 啊 你说什么 他死了 对啊 是谁杀了他 就是他 岂有此理 我哥哥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杀他 嗯 好 我现在要为我哥哥报仇 接招吧 一个字形容 蠢 杀了我吧 我是不会屈服的 真的吗 这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个袋子里面是昆虫界的猴跳墙 有老鼠 大白蚁 小蛇 蚯蚓 什么都有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已经在你脚上涂了蜜糖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喜欢 拿开 拿开 我讲我讲 先讲再拿开 铁如云就在我祖父慕容佛的牧室里 我现在讲给你听 其实那个袋子里面都是白鸽 白鸽是和平的象征 和平是我小月儿的象征 我不会那么残忍 想不想拿回鞋子 嗯 不过不准你穿 咬着吧 走 嗯 你干嘛 这里得按机关才能进去 嗯 不要捣鬼 不然我先杀了你 哎 两位 再往前走可就要弯着腰了 否则会被毒箭射中的 好啊 你先试试看 你先走 嗯 哼 哎 啊 啊 快走 哎呀 哎呀 怎么办啊 啊 向前走找出路啊 快走 不对啊 这里能点燃长明灯 证明有通气的地方 肚子饿还可以撑几天 没空气半炷香就闷死了 你怎么总这么多啊 你 你在干什么 看看有没有机关啊 一块一块砖试试看啊 不会吧 这里有这么多砖头 难道我们要一块一块的试啊 那你想不想出去啊 当然想了 快帮忙试吧 看你们怎么死在里面 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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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么多地方我都试过了 该试的地方也试过了 还没试出来 难道我们一辈子都要困在这里 语儿哥 你别灰心嘛 希望在人间嘛 而且我真的已经很佩服你了 你已经懂得很多了 这是求生之道嘛 我很小就学会了 不然早死掉了 对了 你还没有讲过你的身世 来历给我听呢 你只说你有很多师父 对不对 嗯 告诉你六个字 我来自恶魔岛 恶魔岛 就是相传把十大恶人困在那的地方 嗯 其实十大恶人只是一个统称 一开始恶魔岛里面有五六十个人 后来只剩下了七个 五个是我师父 一个是鬼衣长白草叔叔 一个是武功盖世 但是动都不能动 全身瘫痪的燕南天叔叔 就是他带我到恶魔岛的 找到了 找到了 叔父 找到什么了 呃 燕南天可能就是在这里 会过伊华公的邀岳公主 在哪里啊 在金潭镇市集 你看 江峰被杀的三天以后 严香公主系统花星云 绑了双生人小的那个会伊华公 快慢走啊 姚月公主就在金潭镇入口的 金潭九家等待燕南天 五十 燕南天果然来到 快快你们请 两位龙上 来 来 过来 过来 给我加点菜 客官 来点什么呀 给我来两斤上好大驱 切五斤牛肉 再来一盘蔬菜 快 好嘞 您稍等马上就来 来来 喝 客官 您的酒 来来来 喝点 来来 客 来来来 接着喝点 客官 您的牛肉 您慢用啊 好啊 好嘞 客官慢用 好嘞 客官慢用 客官慢用 好嘞 好内功 力道恰到好助 不过我想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碰地下的毒酒 好嘞 何方妖女 竟敢阻碍十二重星帮报仇 好嘞 草 ruins 泡 骇 зна 藅 快 骇 来 本公主不允许这种江湖败类暗算你 妖月公主 燕某自有受师门所训 正邪不两立 故不便向怡华公道谢 进入公主出手 并非燕南天所求 一无拯救之恩 两不相欠 当面书名 谢了 燕大侠请留步 故人江峰 你还记得吗 我江兄弟 江兄弟若与一华公有任何过节 均可算在我燕某的头上 果然是好兄弟 不过你现在已经救不了他了 我江兄弟难道 他勾引一华公的宫女 剩下孽主 夫妻俩已受公归而死 是你杀死了我江兄弟 这是他的儿子 我宜花公不杀小孩 把他交给你吧 怎么 你刚才采到了十二凶星的剧毒 已经渗入体内 你越用真力 毒发越快 还是不要跟我动手 赶快回去把小孩养大吧 等他长大了 也许能向我宜花公报仇 好 不过你记住 我不会让江兄弟白死的 这种剧毒 只有诡异长百草才能治 他就居住在三十里外 快去吧 要不 你就看不到孩子满月了 这是什么 是 叔父 那个燕南天抱走了两个孩子中的哥哥之后 到底有没有找到诡异长白草啊 我查不到啊 我来看看 那这份宗卷显示 长白草与他的妻子苏如氏 因意见不合而分开 吵架了 之后脾气暴躁得罪了空洞派的人 长白草在江峰死后的那个月 我看看 也就是六月 已经因庇护而离去啊 那这么说 雁南天 他肯定扑了个空啊 鬼异长白草不在家 他能去哪呢 我再看看 在这 举这上面记载 可能是去了恶魔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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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南天求见鬼衣长白草大夫 各位就是十大恶人 你就是叶南天逼想象中的英俊 在下想求见鬼衣长白草 擅闯恶魔倒的 神恶人就得加入我们这伙 是好人就必须得死 叶南天不怕死 只要留下一条残命 养大故人之子 他好像中毒了 废话少说 请各位告知鬼衣所在 大侠燕南天在恶魔倒上 被十大恶人所杀 传出去我们多有面子 燕南天虽然中毒 也未必就会死在你们几个败类手上 慢慢随便 那么多 转会 所以 咱们 百杜 百侣 一位 万之前 百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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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厭 一點都不臉相惜玉 這老燕子功夫不赖啊 他怎麼啦 他會不會裝死啊 怎麼你 好疼 你們 可不是東西 你們走我不會走 這不是燕南天燕大俠嗎 你是詭異 這是我故人之子 他姓江 燕大俠 燕叔叔為什麼會帶你去惡魔島呢 因為他身中劇毒啊 江湖上只有詭異常白草可以幫他解毒 所以他就抱著我去應闖惡魔島 既然燕叔叔能帶你闖進惡魔島 為什麼後來又變成全身癱瘓呢 莫非是你那些師父把他打成全身癱瘓了 他們哪有那麼殘忍啊 其實我幾個師父自己都是可憐人 可憐人 惡魔島的惡人會是可憐人啊 他們哪都是裝的 何止可憐 而且還很可愛呢 那你說你那些師父到底有哪幾位呢 已經都第四天了 常白草啊常白草 你空活了一把年紀 號稱天下第一神醫 你卻治不好此人的病 是此人的病難治 還是你的醫術不精啊 太好了 上天所賜的考驗 警告老夫學醫未經 老夫向天發誓 一定要治好此人 如果治不好此人 從此破了我詭異的招 永不踏出惡魔島半步 不哭不哭 再加青竹蛇金腳帶銀腳帶 破走他體內的毒素 不知是否可以 你說行不行 神醫 在家嗎 神醫 神醫在嗎 你在治病是嗎 打擾了打擾了 李兄 土姐 我們一家住惡魔島東 一家住惡魔島西 一直不相往來 一來寒舍便是求診 可是兩位面色紅潤 不像有病啊 啊沒病沒病 這幾天刮來陣陣的西北風 又刮來又酸又苦的藥味 兄弟們實在受不了了 就讓我過來看看你在幹什麼 沒事沒事 家裡有一位病人就煎了點藥 老夫的鼻子嗅慣了藥味 所以不知又鹹又酸又苦 冒犯了幾位 罪過罪過 李大嘴 你又聞到什麼了 我聞到了一股新鮮的人肉味 老夫我可是吃素的 好像是股小孩的肉味 李大嘴啊 你是吃慣了人肉 入刀一來戒絕了多年 可仍然念念不忘 便產生了幻覺 此乃新病 待老夫給你開一些牛糞蒼蠅膏 貼在鼻頭上便可治好 神医啊 你是位惡魔島的鄰居 你應該知道我李大嘴的脾氣 如果你不把婴兒交出來 我今天就自己去取 我已經想人肉想得太久了 李大嘴 你嗅了半天查看了半天 什麼也沒有 你 兔教教 你來做個工整人吧 哎呀 大嘴哥 既然神医說沒有 就沒有了 我們走了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走 走啊 這孩子果然在這兒啊 神医啊 這個娃娃肯定不是女生的吧 不會的不會的 你跟你夫人要一蘇室 早就分開了 神医啊 養個娃娃不容易吧 每天餵奶洗尿布 你餵她不值得 還是交給我 不行 這孩子 這孩子是病人的 那更沒有什麼了 你看這病人病成這個樣子 出不了三日他定會死的 還是把孩子交給我吧 不能給你 給你就把孩子吃了 給我 大嘴哥 好厲害 我給他試了催眠法 來 我看看 老夫有什麼好看的 耶 誰要看你這個老蕃薯啊 我是說要看看這個小乖乖 兔嬌嬌 你不會吃小孩吧 放心 我不吃人肉 你看 你的催眠術真厲害 連孩子都睡著了 還可以吧 看也看了 把孩子還給我吧 你算了吧 這孩子跟我親 你這個糟老頭子 你就安心在這兒照顧病人吧 這孩子就交給我兔嬌嬌照顧了 兔嬌嬌 那可不行 我怕李大嘴早晚要把這孩子吃了 他敢 有老娘在 我看誰敢奪這孩子一根毫毛 大嘴哥 醒了 走啊 兔嬌嬌 兔嬌嬌 拜託了 放心了 吃小朋友 吃小羊肉就有他的份 他是騙你的 他一直騙人說自己吃人肉 以後他跟別人打架 沒打人家就怕了他了 後來你就認他們做你的乾爹乾娘了 其實惡魔島上五位師父 還有詭異常白草他們都很疼我 可是島上真的很悶 所以後來每天他們最大的娛樂 就是教我功夫 小羽兒 今天我要交你輕功了 走 五弟 这一次试验恶人大炮 小鱼能不能飞越毒恶坛啊 这个啊 火药不足 它体重又不够 我估计它肯定会掉到毒恶坛里的 那么小鱼就变成为鳄鱼的小鸡了 我估计它 耶 耶 小鱼儿 我把这个铁饼盯住之后 在它没落地之前 你要把它接住 小鱼儿 准备 别动 现在是考验你定理的时候 不到最危险的时刻 不许跑掉 印九优师傅自己是个大劲士 却要教我说机 哎呀 死定了死定了 往哪儿瞄啊 错了 错了错了 那边那边 四师傅 这件是什么名堂啊 好 哇 好大的魏力啊 当然了 这叫回魂箭 照你这么说 恶魔岛的恶人们 不但不是真正的大恶人 而且还是很可爱 很有童心的人了 你那边怎么会有那么大个带啊 我哪有啊 有 两个眼带那么大 我哪有啊 我跟你说 在江湖上 说一个人邪派 他不一定就是坏人 说一个人正派 他也不一定是好人 就像江别赫好了 外号人亦无双 自命天下第一君子 是真是假 只有他自己知道 可是他们教你的 都是些古古怪怪的玩意儿 又不是真功夫 你不是吃了很多苦啊 我很快就学会了 另一种功夫 什么功夫啊 捣蛋的功夫啊 当时我只有五岁 每天整得他们五体投地 物浮临门 物事齐创 物雷宫顶 陪着你走过五彩斑斑的世界 不代表我就拥有过你的一切 谢谢你的道别 可以带给我这么多感觉 也许因为我的天 只不够体会不到你对我的体贴 但是可能你对我 并没有那么了解 失去的精存 就像我们 曾经留给对方的伤痕 两个人无话不说 再到最后陌生 我想我都可以去扔 路上的灯 看着我们 冒着雨 在情节里 没有希望有个人 希望有个人 能明白我的眼泪 和我的后把声 原来我一开始就陷得那么深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